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期阅读朝鲜王朝十路 当元八战乱之教训 大家好,我是江志恩 大家好,我是张愿定 这边有朝鲜王朝十路的官方网站 有感兴趣的同学建议您进去看看 先讨论一下我上周提出的问题 我提出的就是作为五官逃避的人 跟作为文官依附国口的人 在朝鲜王朝十路之所以都注明他的姓名的理由 比如说重行经济立足逃善 没有具体的名字或者有什么样的职称的人在这里 但是这边说良远、金命远、圣克都逃走的 然后文官当中的背叛的程世宁写下来他的名字 这种差异以我们怎样解释 好,那先请袁婷同学你怎么觉得呢 上周我们也有看到说有提到孟子那一张的 所谓的士大夫必须要恒心的那个点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些重行经的立足的话 他们基本上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的话 我们不会对他要求这么的严格 那反观所谓这些五官或文官这些比较高官的士大夫 就必须要有士大夫的恒心 那他们今天的作为却是逃走或是一副贼扣者 就表示他们并没有所谓的士大夫有恒心的 对,所以我们茶室网交使录的这个记录者 对士大夫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的要求比较严格 对一般老百姓没有适用这个标准 所以我想希望有拥有知识的人 不要认为这个知识只不过给我一些薪水 给我一些想要做的 想要当的那个地位的工具 这个知识就是给我更高的自我要求 这样子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思考 自己的行为的话 应该我们社会的未来更好 今天讲的内容 今天我的主题就是战乱的教训 人权忽乱、兵权忽乱 或者有这样的大型战争爆发以后 朝鲜朝廷然后里面的官僚 他们是否有所改变 战争当中他们得到什么样的教训 因为有爆发战争 所以朝鲜朝廷他们感觉到 我们这个就是邦国危机 为了度过这些难关 必须要思考如何采取商应的措施 并加以反省 是这样子吗? 还是实际情况不一样 先我在这里提出他们思考的一个角度 数捏、许统 数捏、许统大概有关什么样的呢? 数捏是什么? 数捏的话就是数值跟捏值 不是正期所生的子孙 所以整个朝鲜时代 对他们的不平等待遇也比较严重 所以这种碰到难关的时候 他们对朝鲜社会的问题当中 遗和的数捏 他们要提出许统 许统是要允许他们担任以前被禁止的 那种地位的政策 这个先出现的背景就是 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 对战斗人员的身份制约 应该要松绑这样子的思考 朝鲜时代有关数捏的不平等待遇 当中最严重的就是这个 以前看过经国大典里面 有无法禁止科举应试者的规定 犯罪永不虚用者 犯罪永不虚用者是什么样的? 就是犯那种比较严重的罪 导致他不能来考这个科举 对 他不可以让他担任公务人员 所以这种罪 比如说杀害亲属 就是比如说父母的那种罪的话 他疑惑怎么反省也不可以让他担任公务员的资格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张力之子 这是本人 这是张力的儿子 然后呢? 再嫁私行妇女之子吉孙 再嫁私行妇女的话 他的儿子跟孙子 然后呢? 宿孽子孙 勿许父文科生源近世事 所以树叶的不只儿子跟孙子 就是子孙代代 永远不能应考 那不能应考的有两种 一个是文科 然后另外一个是生缘近世事 生缘史跟近世事 其中唯一没有犯罪或者没有犯错的 就是什么样的呢? 只是树叶子孙唯一没有什么罪 当时因为在家 这个就是被视为私刑的妇女 其实也不是犯罪 但是当时的观念而言 这个也有一些错误的行为 树叶儿子本人没有任何错误 朝鲜时代 虽然短短续续的许科树叶子孙复考 但是真正废除这个规定 必须要等到高中三十一年 家务改革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彻底是革处 然后这个时候开始不再禁止在家 然后废止公式怒背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 数据许统真正的完成 百分之一百实险 但是我们这个朝鲜的科技制度 什么时候废止的呢? 也是1894年的想要改革 所以朝鲜时代实习的科技考试 一直禁止孙涅子孙复考 等到他们这个制度完全废止的为止 人城窝乱的时候 5月8号 那什么时候爆发战争呢? 4月14号 4月14号 还没到一个月的时候 宣主马上提出这个案件 教大臣曰 教是朝鲜时代里面 国王讲 就是像大臣或者像老百姓 这是国王的话 就是教 这样子表达嘛 苏聂禁军许通 护将竹寿四当 义主大臣 崔心元 迎斗寿 余虹请约 苏聂许通 再取等莫大之容 十位有功 而又加以竹金之职 四位维稳 许通而除寿内敬畏 义族劝力 打约一琴 先祖提出的是 苏聂禁军 禁军是什么样的? 就是防卫首都 公平的军队 所以这边 军队当中 比较有名誉的那种军队 禁军 因为以这个荣誉 苏聂 他们无法进去的 但是 朝廷已经决定了 已经宣布了 苏聂也可以 进去 这个禁军的 部队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平常没有战争的时候 禁军里面的成员 可以比较好看的 比如说 他家门非常好的 人可以进去 但是实际上爆发战争的时候 需要的不是家门好的 是武力比较强的人 可以能够防卫首都 而且能够防卫 防卫 保护这个朝廷里面的人 国王 保护国王的就是禁军 如果禁军的成员 只有家门很好 然后长得很帅 但是 他们的武力不强的话 没有用 所以这样的时候 已经 苏聂可以进军 进去 这个禁军的 但是 他的国王再一次提出的 就是 部长 部长可以 也让他们担任部长 那其他的大臣们怎么回答呢 苏聂许同已经可以进来的 也有 对他们来讲 很大的莫大的荣幸 他现在还没有建立很大的贡献 但是再给他们说 你们也可以担任部长的话 这个有点不太恰当 这样子 所以 最后宣祖 就是接受 好 那按照你们这样讲的内容 来做吧 这边 有 蜀经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先看一下 蜀经 就是 朝廷 对任命官吏的时候 或者制定法令等的中大案件 必须要 要透过台监核准的这种制度 所以这个制度意味着国王不得输意 聘任官吏 一定要得到台监的核准 假如国王已经核准任官 获得台监同意并签障 这样才可以受任者就任 那台监呢 台监不一定非常非常高的林义征 商工他们的这种地位 是担任建演的官吏 台官跟建官的合成 他们属于施县府或者施县院的人员 就是台监 他们属经的时候 检讨的项目 才行 他有没有他这个能力 贤佛 他是贤良的人吗 然后他家门 家里有什么样的问题 以前有叛逆的人 在他的亲戚里面在 这样子的话 应该不行 所以受任得要绞交的记载 就是父编跟母编的四族 父族 真族 然后外族 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蜀经单子里面要写的 检讨的结果 如果台监写做不纳的话 不合准的意思 然后他们在这里不签名 然后也有写正草外的话 在这里签名可以认官 但是不可以让他担任清药子 清子跟药子 非常清廉的那种官职 然后重要的官职 比如说礼朝兵朝的人事职务的话 不可以担任 那有些献品者的话 不可以拼用一定以上的平等 比如说什么正三品这样子的话 这个人正三品以上不能担任的这样子 所以有关蜀经对象的固定 不一定一直固定的 就是随着时代有所改变 比如说有的时候 五品以下官吏一定要得到 一定要透过这个蜀经 那有的时候全品官吏都要得到 就是通过这个蜀经 就是有一些改变了 但是不管哪个规定 这个蜀经的制度就是 就是闲置国王的权力 好那再回去这个朝鲜王朝史论里面的内容 1593年刚刚爆发战争的是1592 已经有一年以后 在这里他们依然是战争或者休战当中 这边有宣主提出的问题 上教政院约 陈政院约 我国自来五月不尽 兵力单落 盖工师见人其数必获于军兵 而名不登千兵之急 然工见则由能异于工家 至于师见则有师不敢问 为国内一种人 持古今天下之所无言 好先看一下 在这里宣主提出这个朝鲜国家 为什么武力那么不强的原因 他在这里分析这样子 这朝鲜武力不尽的武力不尽 然后兵力单落的原因 就是要没有完整的活用 这一些人才 他这么讲 他说工见跟师见这两个 就是分开这么讲 他先说工见跟师见人数 比目前的担任军兵的人数 超过很多 因为建民没有义务担任军兵 所以他在这里要把工见跟师见 也要担任军兵的方式来改善 他们的这个工见跟师见 他们的名字没有兵级里面 没有他们 所以工见的话比师见可以 因为他们已经担任在工下 在公务方面有他们担任他们的义 但是师见的话好像没有 因为师人的财产嘛 事见的话 所以一般的担任公务员的 有事他们不太敢问 好像朝鲜国内的另外一种人 变成这样子 因为作为师人的财产 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几个人 在哪里做什么的 这就是古今天下之我所五 他们也不存在的人 目前的话 所以现在他们没有可以做的事 那我在这里也提出一个意见 南京无可违 但居有一言 公师见社科 如三医师 杂科之力 定其而述 事以武财 其入格者 其为良 属与灵位 好 那 他说 公师见 为了他们社科 那个是考试嘛 现在 目前也有三医师 但是 以前的有关医疗的行政 或者医疗人员 都不是一般 管STOP的话 不做这个 所以 这个 身份上比较低的人才担任 所以 公师见社科的内容 按照 这个 三医师的杂科 方面的 那个规定来做 然后 决定他们的二数 人数 然后 让他们考武财 合格的人 因为现在的身份就是 弓箭或者施箭 让他们变成良皿 然后 他们在 于灵位 这个部队里面 发挥他们的这种无裂 无裁的 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呢 施箭呢 施箭则其主儒生 则除职 树叶则许通 工箭立为良 朝臣则获生职 嗯 这个是 他们 贱人的主人 施箭的话 有主人嘛 如果 让这个 贱人 出来 担任其他的军人的工作的话 可能要给他的主人补偿嘛 施箭 如果他的主人 就是儒生的话 给他官职 然后如果他的主人是 肃虐人的话 让他许统 让他担任什么的 以前被禁止的 现在可以担任 那 他的主人是工箭的话 一起 他们都一起成为良民的 这样子 然后主人是 这个朝廷的臣下的话 或许让他更高的那个官职 或者升等这样子 然后呢 上官则受 我后恩 其既其一二奴灾 嗯 这个是唐上以上 他的主人就是唐上以上 唐上的话 正三平以上的高官 正三平以上的高官的话 把他的一两个奴婢 出来的话 应该唐上已经受到的 国恩非常厚 所以他不会计较 我的一两个奴婢 被抢走 这样 应该不会这样子的 方式思考的 所以他还可以 但是 也给他奖向的 南别师他赏 如始则不出数年 古代成都 一国公司建 皆业武为金兵营 使其大略 其间曲折在有 私事目中营 未知如何 商榷一起 那另外给他 长相也可以的 这样做的话 应该不出数年 就有效果 不需要带鼓励他们 要这么做 那一个国家的公司建 他们担任武略 然后成为金兵的 这样做的话 他提出大略的内容 那细节的话 要让有师他们在这里决定 那这样做的话 怎样 你们商量一下 然后商量的内容 把那个内容跟我报告 所以他们商量讨论 讨论以后 这样报告的 被编师回启曰 我国是族之家章后 以千百数 而官兵则日旧削弱 此虽国俗流传之旧 难可逐遍 难千名操练 不可扫缓 公司建社科 如三一师 扎科之力 于选者 即许为良人 属于灵位 出于旧时之举 上教果为允荡 他们在被编师里面开会 然后回答 被编师是什么样的 被编师是战争时期的最高机构 所以他们回答的内容 好像看起来比较妥当的 这个朝鲜国家 氏族他们家里的奴隶的情况 就是奴仆非常 人数非常多 但是官兵来讲的话 这种情况是已经很久以前开始的 这是已经固定下来的公署 所以难以巨变 不过把他们的名字来注册 然后训练他们的一定要 必须要赶快做的 这个公司建社科的规定 按照已经有的三一师杂科的例子来做 比如说在这里选拔的人 允许他们成为良人 那他们在于林卫工作的 这种你的案件 你提出的国王提出的案件 出于救死的举动 所以上教就是国王的这个提出的案件 果然是很拖当的 但是在一个方面 好像有商榷的余地 就是于林卫 这个是进军 属于进军的 防卫工程 工廷灯跟国王的那个 所以这个建人成为进军的成员的话 这个应该要 必须要他们建立一个很大的军供疑惑 给他们比较好 如果考上就马上给他的话 以后他们再有贡献的话 怎样补偿他们呢 所以这种制定规矩的一定要慎重 不然的话 以后发生大的弊端的 现在应该要重视 这个制定规矩的这个方式 所以要怎么做呢 先要比较有能力的 这种武略比较好的人 先宣吧 就是让他们合格 然后再一次考他们的武略 以后其中是比较高的分数的人 要给他于林卫的官职 然后其他重量 重量是什么样的 就是要让他们成为良民的 这是好像比较适当的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他的主人 我刚刚说嘛 那个奴隶的 事件的主人 如果是儒生的话 要给他官职 那国王这样讲 但是他们被辩师讨论以后的结果 就是他的主人 国王那样的方式的话 不问他的能力 然后给他出关 就是给他官职的 好像这个儒生他们思路的观点而言 这个不好的 所以这是无法实行的 先要看他的主人 有什么样的人才 以后给他官职比较好 所以这个比较不拖当的 那令该朝就是长官这个人事的是立朝嘛 要让立朝制定细节一物出关 然后或者应该人比较有能力的人 要给他官职 那有的时候有一些代价 然后这样子做的话应该无法 不要一概给他们官职的 大约如此 以下的这个细节的话 应该要让担任具体的任务的有事 让他们准备 让他们制定一些细节 这样子的话比较好 所以刚看的就是 数据系统的问题 在战略的时候 他们对数据系统应该要做这样子的思考 还有另外一个发生的事 就是忠孝不能两千的时候 到底选哪一个 他们也对这个问题有思考过 宣族史录25年5月18号的记载 所以现在发生的事件就是这个 护卫的丞相 如果他们家里的父母 找不到父母的时候 他们来辞职的时候 他们来辞职的时候 国王无法拒绝 好那你去找吧 这样子允许的 所以后来这个朝廷 移动中的这个朝廷 几乎空当当的这种状态 然后 自是大臣崔兴元 引斗兽余虹以为 行公不畏单落 不曾体貌 仁臣之意 当为获之时 为其所在而致死焉 至今以后 提文其亲辩护者外 一切勿许思辨 以众大义 尚从之 朝廷里面的大臣们 他们提出一件 目前因为大家都 家里有事 就是 迟着离开了 这样子的话 应该不可以 所以他们主张 应该成下 身为成下的人 在这种微波的时候 应该要自私而服务 所以他们说 从现在以后 的确 听到 父母亲有变故的人之外 一切不允许 不要允许 他们的事变 以众大义 的确 父母已经有变故 已经死亡的人 可以允许 其他不要允许 这样子 所以 国王宣祖虽然 之前也想要这样做 但是 因为当时来讲 父母有变故的时候 国王无法拒绝 这样子的 他们的共识 但是 这里 所以 城下也提出 不要这样做 那么 这个故事 提醒我们的是 有什么样的事实 我们想象中的传统时代 好像让个人 为了国家服务 就是无条件的 你家里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必须要把 朝廷的是最优先 有没有这样子的想象 但是 当时的社会 是孝顺父母 非常 最重要 所以 假如你在这个 朝廷里面服务 但是你的父母 现在 思索 现在找不到你的父母的话 国王 不得不允许 让你去找你的父母 他们之间 有这样子的共识 所以 国王 虽然他也需要城下的服务 但是 每次 听到城下的 有这种消失的话 他 每次允许他们走 所以 在这里 大臣们 提出这个问题 另外 到底 这个战乱 战败的责任 让谁承担的 宣誌史录 6月1号的记录 是这样子 丰元府愿君 有成龙起约 国士之始 曾曾在大臣之列 悟国之罪 万史难处 所当疾伏行章 已谢国人 而独免重罪 今于千万亿律之外 更有收续之命 曾 坎俱隐悦 不知所出 当今时事为破 用者之间 所悉由众 岂可使无众之臣 众辱名气 诚意更将合言 谁参与宰臣之后 请及毕霸 败政沉醉 已无人心 惶恐感达 答曰不辞 在这里 刘成龙先生 他在这里辞职 辞职的原因 他说 国家 国事 致此 是我的责任 因为他以前 十年前 他在朝廷讨论当中 他提出 不需要养兵 养兵就是养货 他有过这样子的主张 所以他认为 现在国家 到这个 到这个地步的 就是我有责任的人 没想到爆发战争的时候 宣主给他是最高官职的 让他处理 所以他以前 十年前 不要让朝廷 扬兵的这个罪非常严重 所以现在也无法担任这个 因为 勇舍之间 一定要慎重 所以 让我这种武装的臣 不可以担任这个高官的 但是 国王呢 国王的回答 不要 就是不要辞职吧 那继续做 那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1582年 所以大概十年前 发生过这样子的 在朝廷里面 李儿跟 刚刚的刘成龙 他们在这里讨论 养兵的事 李儿当时提出 要为了防卫 培养十万兵 这样子的意见 常于今夕现年 请预养十万兵 以备前头不予自便 所以他在哪一个会上 是惊喜 今年的西桌上 他在这里提出 说要宝贝 所以我们预养十万病 但是成龙就是流成龙 他怎么说呢 养兵所以养过雨 论变胜利 所以他说养病 不可以养病 因为这个是所谓养货的 所以当时李儿 他怎么说呢 有成龙才气静高 而不予与武同事 无备死后方必施其才 及人称之乱 成龙当国 料理均物 每称而有先见之名 忠行之邪 使其不死 必有古语今日 但是人权未然爆发的时候 李儿先生已经过世了 李儿当时说 刘成龙他是有能力的人 但是不想跟我一起做事 他应该我过世以后 会发挥自己的能力吧 但是人权未然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 那成龙当国就是担任李易中 他当时担任军务的时候 没称李儿 他有先见之名的人 因为十年前提出培养十万病 中情之解 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 应该对今日的这个情况 有很多帮助的 他这样讲 这是宣祖修正史录里面的内容 我们以前看过 宣祖史录里面没有这个内容 那在这里 封城修吉的肖像 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介绍封城修吉的肖像呢 等一下要看这个资料的 就是人权未然爆发之前 朝鲜的使臣们 他们到江湖到日本的首都 可以有机会观察 他们有没有一时入侵朝鲜的 这是好的机会 就是人权未然爆发之前 前一年 因为1992年4月14号爆发了 政府烂码 前一年 朝鲜的通信使 就是去日本的使臣团的名字 通信使的领导就是黄云吉 他从日本回来以后 怎样向宣祖报告呢 通信使黄云吉等回至日本 回过釜山 云吉此起心以为 必有兵莫 既负命 尚已见而问之 云吉对如且 所以黄云吉他好像在日本发现 他们应该会来入侵朝鲜的 所以他很急 心急所以到釜山的时候 先派一个病 然后事先要向国王报告这样子 然后回来以后 直接跟宣祖见面的时候 也一样这样讲的 但是有人反对他的意见 就是这个就是金承宁 信金的金承宁 他怎么说呢 陈一曰 陈则不见如取情形 云吉张皇论咒 摇动人心 甚乖是宜 嗯 他说 我不觉得这样子 他黄云吉他讲的 嗯 不对的 就是摇动人心而已 所以他 反对云吉的这种判断 就是大胆 然后有智慧的人 陈一曰 其目如鼠 不足为也 但是金承宁的想法不一样 他说 他的这个眼睛 就是像老鼠的 不需要 哦 我就是 拘位他 这样子 黄云吉等到 以 黄雀司令 物严严相左无视 嗯 他们在日本的时候 金承宁很生气 这个黄云吉的态度 因为黄云吉好像很怕他们的样子 所以金承宁认为黄云吉应该尸体 所以不太恰当的这个态度 所以延远 嗯 相左如此 就是一直反对他 然后当时 另外一个造线 他很 就是很吉利 攻击的 这个 这个怀疑 怀疑的 政治 就是对策 然后 他说 这是 渥君 一定会来的 那这样子的主张 大概跟 呃 云吉的说法一样的 所以 他们这个 记录 朝鲜王朝死路的 宣传修正死路的人 认为 他们为什么这样主张 必须 军队必须会来的 这样子的 因为 他们这个西东西南北的西人派 西人派 大概 黎云吉 或者 这个黄云吉 他们 西人派他们失事 所以 想要东要人性 所以 呃 所以 这个 反对 他们的这样子的想法的 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 金承宇 他们 男人派 认为 西人他们怕失事的 所以要 摇动人性的 所以他们之间这样 有对立的意见 刘成龙 他 后来问 金承宇说 哦 你的 这次说法 好像 跟 黄云吉 完全不一样 万一 爆发战争的话 你怎么办 那 金承宇说 我怎么知道 必须要 他们 一定 不来的 只是我怕 是中外 见过 所以这样解释的 好像 这个记录是 站在金承宇的 立场的人 写 所以 帮他解释 这样子嘛 再看一下 1593年 4月1号的 对金承宇的足迹 因为他 爆发战争的时候 他前一年说 绝对不会 这本军队绝对不会入侵的 但是 爆发战争 所以他怎么做呢 他 参战了 然后在这里战死 当时他 怎样服务 在这里看记录 庆上所寻查使 金承一足 石兵创民机 立意大志 承一轻力拯救 敲咒盈粹 仍然立意足 在这里应该不需要说明吧 他很认真这样做 但是 那边发生传染病 他早晚都不休息 一直努力 但是后来被感染 传染病 然后死亡的 他死亡以后 当时那边的老百姓 怎样 一路兵民如被亲戚之伤 未饥而金城县 那边的兵士跟老百姓都非常 他对他过世的事件 像亲戚一样 被伤的 然后不久 他防卫的金城被献了 所以守护金城 他对这个的贡献 应该比较大吧 陈一钢芳音秀 师事李皇 嗯 他很优秀的人 然后他的老师就是李皇 朝鲜时代 时代非常有名的奴者 至少激昂慷慨 气劫过人 一朝弹劾无言 士大夫皆淡之 嗯 在这里 我们可以推测 他的个性如何 他很慷慨激昂的人 气劫比别人高很多 然后他弹劾 那批判对方的所无言 不觉得这个人很怕 所以不管对方是谁 连国王也都 他要坦和的时候都讲 所以其他他的那个同事都怕他的这样子的 奉死日本以礼致辞 撥人敬服 而与同行相兵炭 物昼敌情 极限醉辟 所以这里提到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内容 一年前他奉死日本 他在日本的时候 跟黄允菊态度不一样 所以沃人很惊服他们 不晓得真的假的 然后他的同行就是黄允菊嘛 他们两个人的意见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在这里报告的时候 是耽误这个准备的时间 所以他讲错了底情 然后这是几乎限于那个罪痴 是他在这里讲错了 所以一年以后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就是碰到日本的境界嘛 好 但是爆发战争的时候 这个国王给他官职 所以他受命 然后到南部参战了 所以他很感激 所以刺死陶贼 但是他因为他是文官嘛 所以平常他不了解军里的事意 但是在这里自成这个引导军队 然后处理所有的这个军事都很好 所以保全这个朝鲜南部的地方 就是京城嘛 然后超过一年 因为他这么努力 所以保护就是防卫 也超过一年的 这个就是都他的这个努力的原因 平时言不及施 只意在防射 同染及围堵 依不问及 唯以博士 免其丑事 能服其依依略 嗯 所以当时情况不好 他的儿子也在旁边 一样跟他一样也就是被传染的 所以是很当快美命的时候 他一句话都不问这个儿子的病情 然后只谈这个国死 然后在这里死亡的大家都人服其依略 所以虽然他一年前有发生过当务国家的报告 但是一年以后爆发战争的时候 他在这里事实很认真做 然后拼命做保全这个一年多的时间 保全这个进程 然后这样子死亡了 最后我提出一个这个礼拜四考的问题 这是你儒家所说的孝跟忠 这个道理当中是否有无条件的俯衷因素 大家只是思考看看 要怎么回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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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和资格上的企业 我可以看看 》 loh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